老外被问最喜欢什么中文歌 他们的品味参差不弃 这隐形的翅膀一定是唐格尔老师教的吧 更有老外回国后崩溃大喊马爸爸 而这位老外在中国时 也一定没少去广场和公园吧 当老外好不容易回家后 瞬间丧失语言组织能力 看来老外的英语水平洋跟我也差不多嘛 而这位外国小哥一开口差点把我笑死 他是有那啥社交纽逼症吗 久居中国的老外回国后 却不习惯自己的国家 如果你在中国 你don't drive a car you don't do a lot of things you just ride a bike you can get anywhere the subway is everything 但是在这儿啥都没有 我靠 如果你没有车 你要死了 没有滴滴 you can go anywhere by bwd6